陈老狗为了寻找阿梅 带着赤龙和灰闯入了龙家 因为阿梅的惨死 圣怒之下 陈老狗在龙家闹得是天翻地覆 并且踢死了龙天和龙爵 但是龙家雄霸苗将百年 手段着实了得 又怎么会眼看着龙家 断了唇上的血脉呢 密钥下总算是保住了 龙天和龙爵的命 但是龙天却废了 龙家倾尽全力救治龙爵 这得需要多少血呀 噓 小声点 别让家族听到 龙家为龙爵建了一个血池 在接下来整整大半年的时间中 每天加入新鲜的血液供养 但是龙爵依旧没有醒过来 课过程中 龙家的法师发现 龙爵体内的血骨 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宿主变成了植物人 但他却变得越来越强大 甚至又占据宿主身体之势 怎么样了 当时刚接受龙家家主之位的龙应台 于本族的法师 见到这一幕 反而选择了一步险棘 少爷体内的血骨没有问题 就看少爷能否压得住了 那就开始吧 他们想让龙爵那丧失机能的身体 干脆与体内的血骨来个结合 如果成功 那将会造出一个十分强悍的怪物 但是纵观龙家百年来 也只有一个宪祖曾做到过 那就是龙家最伟大的龙神 他们用奠基之法 不断强化龙爵的身体 也以此促进龙爵体内的血骨 不断逃窜 来打通龙爵的血脉 以便融合 话说这个嘴真的不好受 血骨要把他身体里 每一根血管经脉 全部穿透 在他身体里打出通道来 龙鹰台与龙家法师都认为 龙爵当时处于深度昏迷 感受不到痛苦 他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可是他们错了 其实龙爵全过程都是清醒的 否则 也不会在最后一刻 占据了身体的主动 是仇恨 对陈老狗等人的滔天仇恨 让他一直坚持着 坚持着配合血骨 将身体与血骨成功地结合了起来 这一结合 便将他人类的身体进行了改造 重新组成了一具 可以随意变化形态 又剧毒无比的 便以半人半骨妖怪 当然 咱们这里说的简单 一笔带过 实际上这个过程 足足用了几十年 龙爵每天都挣扎在崩溃的边缘 每一次濒临死亡的痛苦 都让龙爵更加的憎恨仙家山 那时 仇恨是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唯一支柱 那么多的痛苦下来 我只有一个心愿 此时自己的仇人陈老狗就在眼前 龙爵怎么能不兴奋呢 怎么能不疯狂 那就是 把你们 全部都碎石万段 自己承受的所有痛苦 都是为了这一刻 我要让你们 也都好好体会一下 我受的苦 刹事间 一股浓烈的杀意散开 无数的血红色触手飞出 向着陈老狗射来 去死吧 龙爵上来就是杀招 血腾飞射的同时 五指也变化暴涨 想一把抓死陈老狗 以解心头之恨 爹 等等 面对强大的龙爵 陈老狗依旧一副淡定的样子 这可击坏了后面观战的陈小狗 这血腾剧毒无比 碰到必死无疑 陈小狗刚想上前 却被黑狐拦了下来 黑狐看出 陈老狗能如此淡定 必定有应对之法 陈老狗可不是个逞强冒失的人 几十年不见 你变得好啰嗦呀 果然 等那血腾与驱爪逼近之时 陈老狗手中的关钉锁也出手了 就见 陈老狗这把关钉锁 在半空中舞动飞舞 寒光四射 将那暴涨的巨手 紧紧地缠了起来 再将钢锁向怀中一带 精细的钢锁 立马将龙爵的五根手指 切成了数段 接着 陈老狗身形不退反攻 关钉锁向前一甩 正打在龙爵的面门上 逼得龙爵连倒退 同时 陈老狗也看出 那血腾从龙爵的身体四周发出 形成了一张大网 但是这网中间都是空的 索性向前钻进了网中 直逼到龙爵的身前 快速地击出一拳 陈老狗这一拳 完全出乎了龙爵的意料 这一拳正中龙爵的面门 陈老狗出手 必不会留余地 紧接着便是十几拳打出去 虽然几十年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龙家 既需作恶 便都该死 俗话说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那些血腾 本能地回体救助 瞬间就给陈老狗 戒了威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 陈老狗这种攻击 显然对身体强悍到极致的龙爵来说 构不成任何的伤害 这种 侮辱的感觉 我每天都在回想 已经体会了几十年了 这家伙身子一弹 就从地上扎了起来 嘴角缓缓地上扬起来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想体会了 这次 该轮到你了 说话间 龙爵又一次调动起血腾 这次的血腾 明显地更加密集而庞大了 就算你功夫了得 我倒要看看 你这次如何躲避得了 不对 这一次有所不同 那些血腾相互交织 竟然合成了一体 变成了一片血海 龙爵这一挥手 一大片血红的液体 便如洪水一般 涌到了陈老狗的面前 没有一丝的缝隙 根本就无处可躲 老狗 爹 别急 有人出手了 看到这样的攻击 可把一旁的陈小狗 等人吓坏了 纷纷上前 想过去搭救 可是龙爵的攻击 来得太快 谁也来不及 一瞬间 这如潮水般的鲜红液体 就将陈老狗淹没了 小狗太清楚 这东西的毒性了 几乎能想象到 鲜血退开后 它爹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事实出乎了 所有人的意料 刨尸狗说得没错 有人出手了 就见黑狐的身体 像燃起了火焰 将那潮水般的鲜血 挡了下来 有两下子呀 你回去吧 这个别犊子 就交给我了 小心些 陈老狗并不是矫情的人 龙爵现在的势力 自己并不是他的对手 说了声小心 就把战场交给了黑狐 老子仙家山的黑狐 我说 你咋长得跟个娘们似的 黑狐 黑狐知道对手不简单 但是他的战斗经验 太丰富了 依旧是一副 牛哄哄的样子 每一句话 都在刺激着对方 仙家山 竟是些碍事又恶心的畜生 龙爵恨死了 仙家山所有的仙家 那些都是畜生成精 凭什么能凌驾于人类之上 他们都该死 煞事件 血腾飞舞 见对方又一次放出了血腾 黑狐自然不甘示弱 很快 一个霸气无比的八尾狐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畜生就是畜生 去死吧 龙爵并没有把黑狐放在眼里 大吼了一声 射出了血腾 那血腾如灵蛇一般 攻向了黑狐 你个死丛子 别惹活儿老子 黑狐没有后退一步 龙爵的一句畜生 更是激怒了他 强大的气息 瞬间释放而出 八道狐尾 如利刃一般 赢了上去 但从气势上来看 两个人实力相当 还真的不好忘断输赢 一声巨响 狐尾和血腾站到了一起 真的是异常壮观 你们仙家善人 不都是功夫了得吗 两人控制着灵体 在半空中打成了一团 而两个本体也没闲着 特别是龙爵 向前跨了一步 竟然要与黑狐来场肉搏 反正揍你这样的 是轻松的很 黑狐可是个魂不拎的主 见对方叫嚣 两步就走上前 硬刚了起来 但让黑狐有些意外的是 他的话音还没落 龙爵的身体 就已经攻到了近前 龙爵的身体 是经过改造的 黑狐的一迟疑 可就吃了亏 被那龙爵一拳 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脸上 黑狐哪知道 这龙爵当年 被赤龙近身毒打后 苦练了不少本事 就想扬眉吐气地爽快一下 龙爵大概也是轻视了对手 一击得手后 很是得意 但他不了解 仙家善论起肉搏 除了刨尸狗 就是黑狐的手段最高了 身体后仰 一手抓住龙爵的脑袋 拳头快速击出 还没等龙爵从得意中反应过来 顿时鲜血喷溅 他的身体便飞了出去 龙爵被这一击打倒在地 黑狐向前跨了一步 手上升起了一团火焰 对准了龙爵 这可吓坏了在一旁观战的龙家少爷 原本都是龙爵占据上风 怎么一下子就变了 黑狐也不多说 一股能量轰出 顿时将龙爵照在其中 接着气浪掀开 以龙爵为中心 爆炸开来 单纯地变成碎片也不打紧 因为龙爵的身体特殊 可黑狐用的是火工 眼看着这些碎片又都被烧扯了焦炭 任凭你是什么也该化为尘土了 好了 咱去取那龙胆 看着龙爵一出来就杀死了赤龙 张狂得很 但是自己几招就干掉了他 黑狐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可是他想错了 若是真的那么容易被解决 也枉费了龙爵在龙爵身上 费了几十年的精力 更小看了龙爵这几十年来 承受的痛苦 转眼间 爆炸形成的烟雾 无声无息的 又聚拢到了一起 很快龙爵的脸就在空中形成了 这种变化一般人根本就察觉不到 但是黑狐不同 近千年的导航 让他的感觉十分的敏锐 黑狐发现不对 立马以手为刃向身后攻去 但还是晚了一步 被手刃划开的只是一道残影 而龙爵 早就利用零碎的身体 在黑狐的四周 补下了陷阱 见黑狐被自己的血腾缠重 龙爵哪里还会给他机会 身后血腾抱起 猛冲向了黑狐 竖到血腾供来 黑狐的双脚背负 眼看着那血腾就冲到近前 黑狐只能加身体尽量地向后养具 要说呀 也就是黑狐这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才能应对这种情急 倒在地上虽然并不好看 但是却争取了时间 自己的先体趁机出手 瞬间 树道虎尾形成的利人 同时攻向了龙爵 龙爵忙着宁神对峙 分散了龙爵的注意力 黑狐趁机毁掉了脚下的束缚 身体跃至半空 在空中身形一转 就想向黑狐发起攻击 但是龙爵虽然对峙着空中的虎尾 却一直也留意着黑狐的动态 看到黑狐跃脊 忙着射出了一根血腾 几个回合下来 双方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妖孽 没想到你的实力不弱啊 童子 你让我认真了 但是这几个回合下来 他们都对彼此有了正确的判断 这两人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这也激起了两个人的斗志 于是 两人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又站在了一处 一时间 两个人是难分胜负 场面壮观得很 几个人都紧张地盯着战场 咱们单说着龙家少爷 他是龙家这一带的独秒 地位极高 他意识以为 自己这一方是必胜无疑的 可是 当黑狐出现后 一切都变得有些没底了 他没有再去看战场上的情况 而是带着龙四右 转头看向了第二道大阵倒塌后 露出的一道光柱 那里只剩下了一个石柱 龙起充盈 应该就是守护龙胆的 最后一道大阵了 若是此时破阵 把龙胆拿到手 眼前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了陈小狗 再这么拖下去 自己一方就被动了 所有 趁机杀死那小子 这位少爷 一肚子的坏事 凑到龙四右的耳边 滴滴地说了一个计划 此时陈小狗等人 被龙爵和黑狐的战斗 牢牢地吸引出了目光 谁都没想到 龙家会在这个时候 搞起偷袭 这家龙四右悄悄地 来到了一处石缝的后面 套出了一把骨刀 刺破了自己的中指 这骨质的匕首 也不知怎么就那么邪 一下就将鲜血 都吸到了刀身中 吸饱了鲜血 这骨刀也变得鲜红欲滴 龙四右忙着念出几句咒语 突然 从骨刀中 窜出了一个 半鬼半虫的恶灵 这恶灵像一阵风一般 无声无息地 靠近了陈小狗 此时战场上状态胶着 大家走得聚精会神地 盯着黑虎和龙爵 还真的没人发现 身后的恶灵靠近 眼看着陈小狗 就要遭险了 正在这时 突然 半空中横着飞过来 一块石头 这石头扔得还真准 一下就把那恶灵 砸到了地上 没一会儿 那恶灵就化为了 一道黑烟 消散了 众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纷纷转头看去 无痴小人 就知道鬼祟祟在后面搞偷袭 这一看 原来走过来的 正是迟到一步的陆大纲 此时他还扶着 受了重伤的夜魔 你也尝尝这滋味吧 陆大纲别的本是没有 但是却有一绑子的力气 接着又是一块大石头出了手 飞过来的石头 正好砸在了龙丝柚的脸上 顿时血点喷溅 那骨刀就脱了手